朋友好啊 2021年的 11月5号 星期五现在 深奥尔本当地的时间晚上 20点35分我们继续 说国史继续 聊江青 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经济革命 那么呢 昨天和前天的两节呢 规矩起来我们就说了一个观点 就是经济自身 作为 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 要求 尤其是 社会进步 时代的发展 要求 决定了 京剧 和中国的 文艺 必须革命 这不仅仅是 中国的社会的 社会进步 与时代发展的要求 要求中国的文艺要进步 要改革 要革命 也不仅仅是中国的文艺 有这样的自身的 这个发展要求 其他国家也一样 其他的艺术门类 也一样 比如说 大家说 世界三大拿高音 一场 怕我老提 意大利歌剧 意大利歌剧 你 意大利歌剧是叫意大利歌剧 起源于意大利 但是后来 其实的钱 就在意大利畅想了之后 不久 欧洲有法国什么都不都有吗 而啊 意大利歌剧 作为一个艺术种类 已经是成了欧洲文化的 一个标志 成了西方文化的 一个标志 这就像中国人 你包括即使他不喜欢京剧的人 那比如说我现在身在国外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朋友 他不懂京剧 他也不会唱 但是 旁边有一个这个这个 发声的一个装置 只要是发出了京剧取牌的声音的话 他立马他就会侧目 他就会看一看 什么东西 为什么呢 那是他基因里的东西 那是他的文化 那是他的母文化 这像我们在这里一样 你看包括我们这街坊邻里的 你说他们都是没事唱一道的歌剧吗 不是 没事他们都在家搞教响乐吗 或者弹钢琴 但是 如果你要是弹了钢琴了 他们会不由自主的跟你了解 他就说哟 没想到你的儿子把我们的东西弹得这么好 他这么说 我儿子弹钢琴 我们的邻居 我们英国老太太有一次第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 这个就聊了 因为处得非常好 他忽然间说 哟 这个 没想到 你的儿子把我们的东西弹得那么好 他说就我们的东西 他也不会弹钢琴 包括歌剧 你看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文化首都 这疫情下来的 这断了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否则在那之前的话 在City里面几大剧场 一年到头 是不是 就是西人的这些艺术 那是的 简直 他妈的目不暇接 包括歌剧 一听他就有反应啊 任何一个人他听都有反应 为什么 那是他的文化 嗯 那是他的文化 但是 就是比如说 就说这个意大利歌剧 意大利歌剧 在他发展的过程中 他要不经过18世纪初 18世纪中叶的那次 著名的格鲁克 歌剧改革 他能有今天吗 1956十年代 那个时候 那个当口的中国京剧 面临的处境 和18世纪初 意大利歌剧的那个处境 是一样的 几乎是 18世纪 18世纪初 这个 应该说是欧洲的音乐界 最有影响的事件 就是哥鲁克的这个 歌剧改革 歌剧改革 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初 因为什么 因为启蒙运动 导致了整个欧洲的旧制度的瓦解 和新思想的形成 与大力度的传播 就是启蒙思想 正因为启蒙思想的这个形成和大方的传播 以及封建制的瓦解 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 社会 持续的这样的建立 客观上 他就是要求着 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要与他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 跟我们60年代江青提出 经济革命 经济革命的时候 包括毛主席的批示 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到了18世纪初的时候 意大利歌剧那时候 也走了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走了一百多年了 那么到那个18世纪初的时候 应该说 那个就是用专业术语的话 叫纳波利式的 纳波利式的 意大利的正格局 就正反的正啊 正格局 到那个时候已经成熟到了 不能再成熟的程度 就是形成它标准的 而固定的这个模式 就和中国的经济走到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 是一样的 40年代 就是20世纪中叶的时候 那个京剧是一样的 并且很 二者之间有太多太多的相同 一都走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第二应该说都是国剧 第三都走到了成熟的 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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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 然后什么呢 比如说像京剧的这个取材 更多的取材历史一样 意大利的正格局也是这样 题材几乎都是历史证据 都是历史证据 意大利格局包括结构上 他那个时候正格局就是三幕 就是三幕 然后多查 那么人物构成的 基本上这个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你无论什么你写出什么新剧本了 搞什么讲什么故事 他都有固定的范式 所以那时候意大利格局基本上里边主人公什么的 有一个暴君 有一对情人 然后呢 再加一些配角 就构成了一出意大利格局 你把炮了梯唱他也是这个东西 他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到他最成熟的时候 他就已经到了那种什么 就是矮版化的程度了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死的了 三幕 然后呢多查 然后就这么几个人物构成 然后呢这个故事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 你说他成熟的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像人一样 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整个就开始 到了生理周期到了巅峰的时候就开始退化了 一步步的走向死亡了 就是这样 意大利格局那时候也是这样 中国的京剧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内容空虚无聊 然后呢大把大把的看的看什么呢 看的就是他们炫耀他的歌唱演技 或者歌唱的技巧 意大利格局那时候 永探调滥用到什么程度了都 哈哈哈哈 现在我听那些 听听那些南高音女外 来一出 来来来来一段永探调 哇好棒啊 很好 好东西 是不是你天天吃它 它也腻呀 当时那个说 因为永探调是最能够 这个显示它的这个 这个唱功的 所以那时候滥用永探调都成了舞台之害了 为了把这个技巧炫耀 够 把这永探调唱的唱到什么程度 剧情的发展都不管了 都不管了 就是我是绝儿 我得满足 我得满足我这个炫耀感 这这这欲望 哈哈哈哈啊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一盒当初歌剧的这种 歌剧首先它是剧 剧就是戏剧 剧 戏剧它就要有情节 是不是 它就要故事 那你这么搞的话 你就背离的 完全就背离的这种东西 包括 你都从历史题材里去选故事 京剧的也是这样子 是不是 啊 啊 时空战 是不是啊 啊 大宝国 然后一切都是这样 嗯 都是这个从历史故事中 这个拿出个片段了 然后呢 编编出的写 离现实生活啊 边都不着 那么 意大利歌剧那个时候呢 正好 这个走到十八世纪出的时候 启蒙思想都深入人心了 启蒙思想 那时候倡导的什么东西 启蒙思想倡导的艺术原则 质朴 自然 就你别做作 啊 你别做作 啊 质朴 自然 你别教着造作 而 那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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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歌剧应该说和已经深入人心的这样的新时代的启蒙思想熏陶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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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的艺术原则那就格格不入了 所以人家就不看到了 而艺术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 而艺术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 教化作用等等这些个东西 一这个老具都已经很表现得很淡薄了第二什么呢他也不思悔改他也不想把这个老具这个这个推陈出新 不想表现现代生活 在家人也不去看 所以你艺术的很多社会功能你就丧失了 那你这个东西社会功能丧失了的话门庭冷落了最后没有票房了是不是啊那你不死你干嘛呀你呀 所以当18世纪初的时候也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 这个格鲁克 格鲁克这个人当时他在欧洲著名的这个这个应该说艺术改革家啊 他也是艺术大家 他当时呢是维也纳宫廷乐展和歌剧的指挥 维也纳你看那时候维也纳都唱一大类歌剧什么的 一样然后呢这个格鲁克呢是被欧洲的艺术使界 誉为是歌剧改革的先行者 说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叛意大利歌剧传统的 这个 艺术改革家 格鲁克 格鲁克当时 啊这个 受这个 卢梭的这个启蒙思想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之深 所以呢 他就立足 啊 并且是这个冲在最前面 开始 对歌剧进行改革 那么他反对什么反对宫廷的贵族的艺术题材 你我说的意大利这些东西内容 你想想精趣啊 对号 啊 当时意大利歌剧主要内容题材都是宫廷的和贵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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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不就是我们的帝王见像太子佳人吗 然后呢格鲁克主张表现什么表现平民世界 那么我们经济革命 主张的是什么主张的是工农兵要上舞台主张的是要表现工农兵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 啊 和工农兵的斗争 要表现他们的世界 啊 这不完全一样东西吗 那么格鲁克提出了反普归真的艺术主张和简单质朴自然的这种格局美学观念 这就是完全是卢梭主张的东西 这就是启蒙思想的艺术主张 啊 但 就是这样的 艺术主张 他有一个前提什么呢 他不是说把这个他以往的意大利歌剧这个正歌剧的所有东西都视为糟粕然后都打烂的一把火烧了不是的 他是在批判的继承正歌剧的基本的艺术形式的前提下 你这像江青主导的这个京剧改革不也一样京剧革命一样 你听着他还是京剧除非到后期七十年代后期什么友情像排石湾什么的有些东西都就是 你说是京剧吗 好像还有点影子 但你说的排石湾那样的那个京剧你说的不是京剧我估计很就就唱京剧的人都认为你说的对 就是京剧的好多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到排石湾那个时候 排石湾你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不是特别熟悉了 因为我们当时唱的更多的都是这个这个这个早期的体验版戏 智熊有山的红灯记 平原作战的七百五团的什么沙街帮啊是这些东西 你像排石湾这都属于73年74年以后的东西了 而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因为慢慢长大了 然后也开始有点叛逆了什么的就没等熟悉了 结果这不是是不是 不这大块人心事吗救出四人帮吗是不是啊啊最后就不把江青给否了吗这开始谁敢唱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亚本戏啊现代京剧啊尤其是早期的但是对吧京剧的基本的元素啊这个那该继承都继承了只不过是在那基础上做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 让人耳目一新 那么意大利歌剧呢是继承了正歌剧的这个艺术形式同时还什么 同时他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捷克斯罗伐克什么英国德国等等民间音乐的基本的营养 把它融入到了到了意大利歌剧的改造里面去 现在京剧不也一样啊现代京剧不也是博彩众长吗样板戏不也是博彩众长吗 钢琴伴奏红灯记这不就是兼容并序吗钢琴不是中国的东西洋人玩的玩意儿是不是啊 但是音程中到这来了就可以伴奏浩量就唱红灯记音程中就可以在钢琴上演奏 另外的样板戏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沙家帮啊什么黄河大河唱啊什么这都属于样板戏 交响乐队给京剧做伴奏 打虎上山大量的管弦你看看 好不好多好啊 一直到现在为止打虎上山就那整个那一段打虎上山那不都是可以说音乐史上的经典 你看多少老爱他都熟悉那个曲子那曲牌你说中国当时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说西方包括巴黎的很多舞厅里头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 还经常有些舞厅都能冒出打虎上山这个曲牌啊让大家疯让大家闹 那人家跳舞哈哈哈哈东西是真的好啊 是真的好啊 大量的这种其他这个聚种的这些合理的元素的移植引入包括民间艺术的这种西区 那么意大利歌剧也是这样子你看整个欧洲的其他国家的东西他都波采中长 这样的话呢融为一体之后就强化了整个这个就把这个歌就意大利歌剧从这个正歌剧的原有那种范式中跳出来就给拔出来 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又把这个歌剧的这个蓄曲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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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序调啊 这个作用更加强调了更加强化了那么又重视了合唱和管弦乐的这个表现力 最后怎么样啊最后怎么样还有什么题材上啊 大量的这个从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这种新的社会阶层 就是市民阶层啊从这个市民社会市民群众中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别于封建制的那种新的生活里面啊 这个寻找新的这个这个歌剧的题材 同时呢包装塑造了一大批的新人物 而这些人物新人物都具有启蒙思想影响下 具有理想主义的啊这样的这个这个思想背景的啊 这样的人形象 所以克里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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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鲁克的这个改革在当时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啊 可以说格鲁这个包括尤其随着这个叫那时候叫政歌剧 后来不出对政歌剧的反叛不是有新的艺术品种叫什么叫喜喜歌剧 是不是啊啊那时候畅行无所就像当初巴大这个巴大亚玩戏刚出来的时候在中国推广的时候那简直呢吗 在说是万人空巷啊 没几天全国人都会哼啊都会唱 你说什么是国剧啊什么是革命啊啊 不得了啊啊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这个格鲁克的这个戏剧改革和这个喜歌剧这个诞生 是作为启蒙运动在音乐领域的这个直接的成果 被写入了这个西方的音乐史戏剧史里面去 尤其这个喜歌剧喜歌剧就是在政歌剧基础上的 相当样板戏对于传统京剧一样就这个意义 说喜歌剧他也不仅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这个歌剧的体材啊形式 更重要的是什么通过喜歌剧宣扬了启蒙主义的思想观念 啊这个他通过他的题材和人物的塑造表现了民主自由 平等博爱了这样情主义的精神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和当时的整个的思想背景和社会经济基础 他就像是一样 啊这就像是一样 无法想象啊西方欧洲的资本主义 法国大革命啊资产基大革命什么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指须在欧洲确立了之后 启蒙思想啊深入人心了之后 随着资本与经济的发展进步和资本与政治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政治制度的形成啊 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西方的近代的 这个这个这个思想影响下的近代文化和近代艺术 很难想象欧洲今天包括英法 包括一直以来到美国 今天这个世界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与形态 很难想象的 中国也一样 啊中国也一样 你看我把亚马戏否定了吗 我把江青给否定了 亚马戏就给否定了 亚马戏否定了之后用什么来代替呢 还创造不出来 没办法了 两条道 第一又唱起了鬼戏 老戏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是一种 这属于这个回归了 啊复古 啊 第二种什么 一点门槛都不设 港台文化 纵横 百合 在中国大陆畅通无阻 港台文化 港台艺术 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 后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嗯 你以为这个今天我们大家都嗤之以迷的中国的一堆堆的娘炮的母亲 父亲们 这些当时听着邓立军 听着什么张行 什么这些人 这些所谓当时叫迷迷之音长大的这批人 跟他没有关系吗 你以为今天这些小娘炮呢 这个这个这个 在台教的过程中没受到什么影响呢 啊 并且我们实时求是的讲 无论台湾也好 还是香港也好 他作为整个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 他们怎么可能 啊 在正常的社会和时代里怎么可能取代 像在中国大陆取代 这个正宗的正统的艺术呢 啊 怎么可能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又一大历史攻击 说自费武功 自己把自己的文化都给搞没了 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我也唱啊 也好听啊 是啊 休闲消遣 可以啊 但是你看一代又一代的流行音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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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陶下的这个青年最后长成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尤其这种东西 成为了主流文化 那真是他妈的 一害无穷 啊 真的是一害无穷 啊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几年 打击娘炮 他妈的呼唤血性 啊 男人 你就在干点男人的事 是不是啊 啊 什么东西呢叫啊 是不是啊 啊 自己当个宝行 你自己儿子自己回 你爱怎么弄怎么弄 行 是不是啊 但你从公众价值和这个这个这个评判尺度上来要求的话那你男人就应该是男人吧是不是你女人还就应该是女人你整一堆他妈母老虎呢是不是啊虎妈什么的这个东西被三座大山给压迫了把中国的这个母亲们都搞得搞成这个样子我前天昨天前天看到网上一个小视频 一个中学的这个中学的这个中学的这个教室里面一堆中学生在这一起唱我妈三天没打我了 啊 你这 嗯 嗯 我真是替中国的女人们抱不平啊尤其最近这几十年尤其这个教育产业化一台化加上教育产业化把中国的女人搞得太苦了简直搞得太苦嗯 说呀老公得回了呀哈哈哈哈啊 这个意大利歌剧说我们说这个格鲁克的这个歌剧改革最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啊 这个最后呢 这个喜歌剧正式的取代了这个 正格剧嗯 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嗯 那么占据了欧洲的艺术舞台 应该说格鲁克的这个 这个戏剧改革赋予了本已经濒临死亡的意大利歌剧以新的生命 他这个结论和我们对于中国江青领党下的1960年代70年代的中国的京剧革命的意义 这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昨天我们说嘛 没有江青中国的京剧就死了 真他妈就死了 啊 你没有江青的京剧改革 没有亚马尔系 提示出亚马尔剧 亚马尔系在十年之中的这个先后的推出 和普及推广与深入人心和广泛传播 啊 我估计今天的京剧可能真他妈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文物了 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文物了 那么呢 我们从欧洲艺术史上啊 从格鲁克的这个戏剧改革戏剧革命 戏剧改革 我们找到了中国六十年代 七年代江青领导的长京剧革命的参照系 就是这不是江青一个人头脑发热 这不是他妈的改革以后啊 共产党的官方证实里出于污蔑江青之目的 以着恶毒的他妈攻击江青做的一切的事 尤其是江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这浓墨重彩的这一笔 被他们他妈的给玷污 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令人发指 最后他妈的你屁都搞不出来 你搞出了一笔江青厉害的 我扶你啊 我跟你唱的 在这一点上 我想最低最低欧洲人给予格鲁克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这是最低的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赋予江青 你更何况江青不止于艺术 这个我们前两天我们也聊过这句话 江青没有止于京剧 没有止于艺术 所以江青的历史地位 那是格鲁克望尘莫及的呀 正因为有了江青 才有了1960年代的中国的那场文艺革命 才有了一开始的八个革命样板系的诞生 很多朋友对八个样板系有误认啊 说什么是八一人民八个系 然后唱十年 那么这头他妈屁话 这都是 这头屁话 八个样板系不都是京剧 第一批确定的八个样板系 京剧是主体 有几出 一什么革命现在京剧 第一个又是红灯记 然后呢 沙家邦 海党和七夕白武团 五出 五出革命现在京剧 还有什么 革命现代805剧 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这是七出了吧 再加上什么 革命交响音乐 沙家邦 所谓的八大样板系是五出京剧 啊 两出五剧 一一场革命交响音乐 啊 这是八大样板系 那么到后来接着又 继八个样板系之后啊 又陆续推出了啊 多个艺术种类的这个样板剧目 比如说钢琴半唱 红灯记 反正我说了啊 比如说钢琴协奏曲黄河 嗯 比如说呃 现代京剧龙江颂 就李炳书演的江水英 哈哈 龙江颂 然后呢 现代京剧的红色娘子军 然后平原作战 杜鹃山 啊杜鹃山啊 什么时候跟他聊了杜鹃山 哈哈哈 啊 接着还有什么 还有革命现代的舞剧 遗蒙颂 草原儿女 还有什么革命交响音乐的 志曲黄河山等等等等等等 放在我说比如说盘石湾啊 什么 很多很多 不是仅仅八出 嗯 那么呢 时间之内推出了这么多的革命样板作品 应该说 应该说 经过推出推广 与普及 那么极大的巩固扩大了 当年的这场伟大的京剧革命的 战果 那么 江青 主导下的那场京剧革命 在什么地方 相对于传统京剧 啊 做了突破 京剧革命 京剧改革 到底到底都改了些什么地方 而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包括对于今天中国文艺的工作的这个启发 是什么 嗯 还有 江青搞的这个东西啊 在中国 包括当时在世界以及后来的世界上 甚至江青 都 不知道的 在他去世之后 甚至都有所表现的 啊 世界各地的对于 中国的这个样板 巨幕的这个这个 这个推荐 追跑 我们明天礼拜六啊 礼拜六说不说 哈哈 我再定啊 好 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